大家好,主要這次我們醫院要跟大家報告的是我們2015年就是去年 我們義大醫院它當然配合國家還有民進的一些力量 我們總共出去做國際醫療服務有大概做了15個團次 然後服務了大概4千多個人次到世界各國 這些國家總共有8個國家地區 然後我們除了我們的醫療團隊親自到這些國家以外 我們另外也把那些國家的一些需要訓練的醫師或者護理人員 我們接到我們台灣來 然後我們醫院也給它相當的時間的訓練 然後也讓他們可以回去 也就是說一部分我們提供醫療服務 另外我們一部分提供一些教學的訓練 這樣子可以讓這些醫療的服務可以永續繼續延遲下去 然後我們也因為這樣子也希望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結合政府的力量還有民間力量還有我們醫院我們會盡量來做 然後可以讓這些相關的醫療活動 這些醫療活動我們繼續延續下去 然後也可以讓這些國家的醫療水準提升 因為我們訓練以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有國際醫學生 我們醫所大學有國際醫學生 所以這些學生我們也要訓練 然後讓他們回去 我們目前來是14個國家 這14個國家都是我們的邦交國 這14個國家的學生 目前我們有相信100位的學生 國際學生 這些回去就是他們的醫療的中間份子 我們也希望延續這些教育訓練 讓這些學生回到他們國家有好的一些奉獻 以及他們的水準真的可以提升 那我們這次出去是什麼團隊比較多 比如說骨科神經科或什麼科的 我們依照每個團 譬如說像尼柏尼柏尼柏他本身 那次大家都知道尼柏尼柏去年4月的地震的時候 我們送的就是以外科為主 外科骨科為主 那當然像我們去薩瓦多 就因為他的慢性疾病特別多 所以我們就以腎臟科為主 那另外一個當然像我們去柬埔寨 柬埔寨因為他小朋友死亡率去全世界排行前幾年 小朋友大部分活不到他們青少年 所以這些小朋友很容易就是在很小的時候就死掉了 所以我們這次到柬埔寨就派我們的小學科團隊 所以我們各個團隊都依照當地的需求 我們就派不同的地方 另外一個像我們在尼柏尼柏 我們有長期助診 那我們就派一般科 就是因為他只是一般的 類似我們講像門診的這種資料 我們就派一般科 另外一個像我們有去柬埔寨有些地方 他們小朋友的助亞率到達50% 所以我們有派牙科 就是依照任務的需求 請各製造科的人支援 他們在國外有沒有在做一些比較大型的手術這方面的 現在問題現在大概就是 目前我們會比較 還沒辦法進行大型的手術 我們一些比較大的手術我們會接來台灣做 因為當地怕沒有辦法配合 我們現在也有嘗試 最近在跟世界外科學院的台灣總會要合作 就是去印尼 印尼我們現在有跟一個醫院合作 然後我們要先幫他的基本的設施 盡量把他架構建立起來 然後我們就會安排醫生去那邊 直接幫他開刀 然後有那邊醫生在後續的照顧 當然這些人我們也需要 因為手術是一件事 手術後的照顧也是很重要 所以被人說這些後續的照顧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最近還在談 我們也準備捐一台電腦燈掃 我們去醫院 然後等時機比較成熟 然後他們當地的醫療人員水準也比較上手 之後我們大概就會 可能也許今年如果來不及 可能就明年就會開始進行手術 這是跟世界外科學院合作的 所以他們當地的居民接受了 就是一帶這邊給一些醫療的支援 他們其實是應該說是很輕盤的感覺 對 因為像這些區 像我們這次去薩瓦豆 我們就是說很難得有機會 因為我們算是一個 用比較官方正式的立場去 然後包括薩瓦豆大使李大使 他也全程協助 所以我們在現場 就是在幫他們做這些檢查治療等等 你可以看出他們都非常高興 因為他們相對在那個地方 有些醫療資源是不夠 不夠的話 事實上他們有些人是沒有辦法看病 所以他們都非常感謝 包括我們有一次去運營 我們幫一些民眾做超音波 其中有一個婦女她是懷孕了 大概八個月左右快生了 他們那種地方根本不可能做什麼產前檢查 超音波不可能 所以我們那時候幫她做超音波的檢查 然後還告訴她 這是一個男孩 那家屬很高興 他們說他們整個村莊沒有人知道 他們生的小孩是男生還是女生 當然這個東西在台灣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就是說我們可以給她這些資源 實際上是對我們來講 可能我們付出的不是那麼辛苦 可是他們覺得他們非常非常難得有辦法這種機會 所以我們也深刻的體悟就是說 我們在做對外的服務這一塊 我們做的東西 也許我們覺得是在台灣只是很平常的服務 但是對他們來講有時候是很珍貴 就是非常珍貴 那目前都是我們多久去一次 或一年去幾次 我們去年總共出團15團一次 每年大概我們目前大概都在12到15團 當然時間上會配合當地的一些氣候 譬如說有些地方可能會比較下雨季 譬如說雨季我們就會避開 有時候會譬如說他們當地特別熱啊 或怎麼樣 我們可能會比較不方便 或交通不方便我們就避開 那我們就配合 大概我們現在一年大概 平均大概都在12到15團 我們出團的相對的人次 大概都有 每年大概都有60 就是醫療人員大概出60個人次 服務的民眾也越來越會越多 因為現在有時候像我們去運營 那個已經是長期性 每年這樣 所以他們都知道 然後因為我們是跟當地的一些教會合作 所以他們現在教會會 因為很多教會互相相同 他們會說 欸今年你們來這個 他們明年去我們那個教會 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就會每年就會做適當的安排 當然是有地方的力量 有地方的教會 有幾個主要的教會的領導者 會幫我們做這些地方的協助 因為包括交通啦 住宿啦 有時候我們到山的地方去 我們那時候 我記得很有趣的是 其中我們到一個地點去 上網去Google Google找不到那個地方 去查後來知道 那個地方 偏遠一點的地方 是印尼唯一 還有留食人組的地方 呵呵呵 真的這麼好 我們就問他說 欸這個真的還有食人 他說沒有啦 已經很久沒有到 以前有過 對對對 所以就說 那種地方 有時候很偏偏的地方 我們是進不去 可是他們教會 這個力量就很大 他們教會 他們會深入到每個 很基層的地方去 所以這也是我們 就需要跟當地的一些團體 做一些合作 因為我們需要翻譯 需要當地的一些交通 時速的安排等等 我們進行這些醫療 是大概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某些國家會不會像 我們台灣有什麼醫療法 不倫醫師在那邊動刀 會不會有這種關係 這個我們都會 譬如說印尼 他會要求你要先申請 像薩爾瓦多 我們這次去 這個都事先申請 我們都要跟他們的一些類似 像我們薩爾瓦多 是他們的公共衛生 決策文或什麼之類的 這類的委員會去申請 他們通過才可以 所以說中間有很多前置作業 很久前置作業要先做好就對了 不能說我們去 就像巴去薩爾瓦多 包括去尼泊爾也是一樣 尼泊爾你會覺得這個地方 應該OK 你還是要進去 你要做醫療行為 他要求你要 還是要做相關單位的一個申請就對了 對對對 那我們一般去都差不多多久時間 在那邊服務差不多多久時間 不一定 像我們尼泊爾的話 之前我們前年是去 三個月 當然三個月不是都一個人 就是分團刺一起進出 有些團刺長一點 譬如說 兩個禮拜 有些團刺就長一點 譬如說七天 大概都是在七天到十四天左右 大部分都是這樣 我們對這些活動 一般像他們當地的媒體 或者什麼 你們來做採訪宣傳 都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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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因為這一塊就是我們就看 當地像我們去薩爾瓦多 他們的第一大報就得去看三天 哦 就這樣子 達到宣傳的目的 當然這個 對我們來講 可能差也行不大 但對大使館他覺得很重要 那個才大重要 大使館也很重要 好謝謝大家 謝謝